大家好,今天豆豆给大家带来一部寒篇,釜山行 这是一部以丧尸为主题的灾难篇,豆瓣评分8.2分,还是蛮高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故事 故事的一开始因某种不明气体的泄露,动物开始变异,导致本该撞死动物而又站了起来 我们的男主石头是一个证券基金经纪人,工作很忙碌,与妻离异的单亲爸爸 这天,女儿生日,石头哥带着女儿登上了看妈妈的火车上 这时,趁列车员没注意,跑上来了一个被丧尸咬过的妹子 妹子上车后没多久,就开始亲人 被亲过的人鸟变丧尸,感染极快 列车上感染者越来越多,石头哥发现不对劲 带着女儿向安全的车厢跑去 他们没有被感染的人跑到了一节车厢,并关起了玻璃门 这时,一个孕妇用报纸把玻璃糊上,另一边的丧尸停止了骚动 列车马上到达了第一站,此时外面已经被丧尸侵占了 谁也无法下车 此时,石头哥打电话给军官,隔着大田站有军团镇压 可到了大田站,一个军人也没有 为了去釜山,他们一行人只能换一辆列车 可正要下楼梯的时候,发现很多变异的军官 看到他们一行人就飞奔过去 最后,只有少部分人上了列车 此时,石头哥,壮汉和一个学生男跑到了第九节车厢 而学生女友一行人在15号车厢 可石头哥和壮汉老婆孕妇被丧尸堵在了一个厕所里 石头哥一行人经过商量,全副武装,准备一路杀过去 壮汉尤其是生们,一拳一个 在经过一个隧道时,发现丧尸天黑就停止活动 三人利用这一特点,成功地救下了女儿,孕妇,一行人 来到了14号车厢 可去15号车厢的门被列车常务关了 奋力抵挡丧尸的壮哥,不幸也被丧尸咬了 这时,壮哥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变异,并把妻子托付给了石头哥 自己凭着最后的意识,奋力抵挡丧尸 此时,学生男用棒球把15号车厢玻璃打碎 这才进了15号车厢 而此时,列车常务怀疑他们被丧尸咬了 要求隔离他们,把他们赶到了另一节车厢 这时,坐在15号车厢的老太太看到自己被感染的姐姐 看了看这些见死不救的人感到绝望 于是打开了14号车厢的门 丧尸们奋勇而上,咬死了他们 最后,他们只剩下了石头哥 他女儿和孕妇上了一辆车 此时,列车常务也上了这辆车 不料被感染了 石头哥为了救女儿和孕妇奋力地和常务扭打到了一起 丧尸被推下了车 不幸的是,自己也被咬了 石头哥为了不让女儿和孕妇被自己感染 跟女儿和孕妇道别后,选择了挑车自尽 最后,只有女儿和孕妇活了下来 其实这个故事的石头哥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可最后被壮汉那种精神感染 也算做了一位合格的父亲 常务在这里面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坏蛋 只想着自己多次应救他的人反被他坑 所以人心嫌恶呀 好了,每日都有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